大家好 我是五位 今天的五位 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周 姓氏周这一个字的写法 周这个字是不是不太好写 这个字呢 它主要是在于这个横折钩 这个主笔的处理 可能处理的不是很好 或者不太好处理 我们也还是从它的楷书 先分享 这个字的楷书注意一下 它这个左边是一个树皮 而且是个树直撇 在凯初当中它不是一个树画 树撇写法先写一段树 再慢慢的撇出时间 这是这个树皮的写法 树撇出现在左边的时候 往往都是以这样的直撇 来去处理 出现在中间的时候呢 以树弯撇去处理 比如左边的像这个月亮的月舟啊 用啊对吧 树弯撇出现中间的时候 比如说大丈夫 这三个字历史的是更加的更 这种类型的字中间就是一个树弯平 它的弧度上面比这个更大一些 好下面再写这个 横折钩都是注意一下 它整个字是一个树高的这么一个内心 所以这个横折钩的横画不要写的太长 稍微的短一点点 横折 好树画 要正要直啊 这里呢超过这一点点 或者几乎它平齐的时候再出点小勾勾 不能 这个树勾出钩的这个地方不能比这高啊 可以比它略低一点点 或者平齐 但是就不能比它高 里面这个布巾一定要注意 它不是这个现代规范字的这个极箱的极 它是个什么土架口 是骨贴当中的另外一种写法 极的写法 第一个横端 竖 这个横的稍微长一点点 这个部分 包括下面这个口 这个部分 注意一下 它的一个横间距的控制 一二三四 间距差不多 上面两个横的间距会稍稍的远一点点 还得注意一下 里面像极的这个部分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认为它是极啊 因为在古体当中 有个极的一体写法 就是土和口的写法 而不是室和口的写法 也是古体当中一种极 相对极的写法 那么这个极的位置要偏上方 往上翻靠 不要往下沉 写完这个书笔这个地方呢 往往要比这个要稍微的高很多 这种半包围结构 圈包围结构内型的字 书写的时候都一样 里面的布件呢 往往偏上或者偏左 就不能偏下 好 这是它的凯书 我们留长的写一下 周围的感受 那么写上书书写呢 写上书书写这个字没有更多的言识 这里呢我们可以写成树 也可以写成树片 树片下来往上调勾勾啊 调勾勾 横折勾 这么去写的话整个字 它会有一点点上面展下面宽的这种感觉 这么去处理 这个树环它是往内 有点凹进去的 包括凯书也一样 可以写成往内凹 但是不能写出往右骨啊 这里面还是横竖横 横竖横勾回来写这个扣 横横 这就是这个扣周的一种写法 整个字还是树高的 大家写到可以写这种上窄下宽 但是就不能写成这样子 不能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树环不能往这边去清写 这么去写的话 你即便其他的笔画处理得再好 整个字都是不好看的 可以写得更 这样子快 树这样去 这么去写是可以的 那这种形态比这种形态要好看得多 对吧 这是也是第二种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前面可以直接处理为一个树画 树横折勾 这里可以出头也可以不出头 横图线结 再加一个孔 这么去写 这么去写 就在第二种写法 好 那么它草树呢 也没什么 识别度上没什么问题 树 横折勾 好 这里发生个笔顺变化 树横横 下面的横勾 再加个点 加个点 或者直接不加点也行 折勾 树横横横横 往这边勾一下 这么去写也可以 一般在更多的古贴当中 查询到的这个周子的 它的更多是向前面加个点 横折勾 它又是这么写 树点点 然后呢 再单独起笔起个 这么个样子的 也可以 也是这个周的一个草树的写法 大家觉得它的一个识别度 有问题的话 就尽量不要那么去用了 好 最后我们把这个字的 三种数理分别写一下 注意它的一个瘦高的感觉啊 一定要出来 好 看一下时候 稍微有点歪啊 最近练那个文哲明的 那个九歌啊 练得多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字很多在写 它都有点点 中心往左边倒 重新再写一下 希望更好一点 这个稍微好一点点 砍树 形树 形树 或者这样去写 这么去写也可以 草树也是 这样子的 今天关于这一个周字的分享 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这就是 那么 这样子的